共读录音圣讯第三册 第三百九十四页 激公我佛慈悲 为什么穷人还有幸福可言 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还是幸福快乐的过一天 差别在哪里 他是心境开朗的 他不会被外在的物欲所奴役 拘束了 他不会觉得他拥有很多才会快乐 他心境的知足富裕才是快乐 才是幸福 所以徒儿们 你们会跟别人比较吗 为什么别人都有房子车子钱子 我什么都没有 很容易会这样比较 如果还在比较 就不是一个聪明人 你就还是愚昧啊 痛苦谁给的 自己 你们都打得这么如流 却解脱不了 这就奇怪了 所以修行要有功夫 看自己的功夫 不是看别人的功夫 中国功夫 就是看自己的功夫啊 看别人 你永远是迷失的 所以比较 永远是天下最不快乐的人 只有自己放下 所欲安 自然心境会快乐快活 这才是真正的 有道君子 是 感谢观看